我們本來不太好意思問曹董 這個到底融兵是怎麼回事 結果曹董說 這個我要講 這個我要講 這個真的沒有這回事 所以沒有餘亮情節 也沒有心結這件事 其實我們開始 這個引進半導體技術 直接指揮有李國鼎 孫運璇 是 對不對 那麼你看到李國鼎 孫運璇這樣的人 真的他是身無伴母 心憂天下 他不是為了自己的這個 是為國民 他是為國民嘛 他做各種規劃 所以我從事這個半導體 我也不是為了我自己 所以說像我 我投資很多 像第一個這個 光電 光電 像那個一金顯示器 是我成立的 那那個像現在這個IC設計公司 都是我成立的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 從李國鼎先生孫運璇那邊 學到說促進產業嘛 促進高科技發展 那麼至於說怎麼樣發展是 誰佔有這個功勞 其實都好 只要發展起來就好了 對吧 那那個時候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你們兩個有 因為這樣我們那時候 兩個在競爭嘛 競爭你當然是我說 這是職業規範嘛 你不能說我在直籃的時候 我跟他 對方求對感情好就放水 這不行啊 對不對 你有你的職業的這個 這個道德 你要去競爭 你要 要盡全力啊 盡全力比賽 然後比賽完再臥輸 對 那時候除了這個 實際上市場佔有率的資產 也有認知戰啊 對不對 商場的認知戰 對嘛 所以那時候是 就是職業的這個需求 比方說有時候呢 他們舉辦那個拳擊賽 兩個人在記者招來會上 哇 好像把對方吃掉 其實私底下根本沒這個 一起喝酒聊天 那你們私下有什麼聯繫嗎 實際上因為 倒是比較少啦 其實 其實我也很忙的 對 而且好多地方要跑 對 我也 我覺得 張總統先生很了不起 做一件事情 做到這麼年紀 我是不行的 你對很多事情 都有一些興趣 都想去嘗試 對嘛 就 就 顧手一件事 一直做到一輩子 這個 我不如他 我說我很敬佩他 哇 大家都很敬佩 蔡政府今年重要的工作之一 就是申請加入CPTPP 中國因素 會是我們加入 國際組織的很大阻力 曹星成也提出了他的解方 一起來看 講到這個台積電 因為現在這幾年 美國一直有一個聲音 就是擔心說 如果他太擔憂 因為對我們來講是護國神山 但是對美國來講 就擔心太依賴 台灣的這個 提供 然後最後如果要是發生 戰爭的話 他可能馬上 半導體就會斷練 所以現在就一直很積極的 要邀請台積電 去美國設廠 那我們先來聽一下 清晰部長王美花 他怎麼說這件事情 台積電也 確定要去 確定要去 阿里蘭納設廠嘛 所以最主要就是 台積電也有 也有介紹他們會去設廠的 這個情形 那台積電也有提到這樣的一個 設廠呢 其實是有益台美雙方的合作 那曹董您認為 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就您對半導體業的理解 這對台灣半導體的未來 是好的影響 還是不好的影響 其實這個做高科技 你不要太 不要有太多這個地域的觀念 本來是全球性的嘛 你這種 所以 美國人要你去設 你去設嘛 我學談的嘛 談的任運隨緣 不過如果延續 從我們前面到現在 一直去談 包括兩國論 包括剛剛談到的這個台積電的 或是台灣的半導體業等等 我們都是要講台灣 在國際上的位置 那包括經貿的地位 政治的地位等等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個 關鍵的問題要談 就是CPTPP 那去年9月 我們政府有提出來了嘛 然後 現在中國 又比我們早一點點提出 那其實背後 還是美中強權的角力 那您怎麼看 最後這兩大強權 就會決定台灣 到底能不能夠順利入會 這個還是說 台灣你的這個定位問題 你這個獨立國家 當然可以 圈外都可以 因為你現在 大家有一個認知上 認為你是中國的一生 那就是認為說要聽大陸的吧 所以我說 為什麼兩國論這麼重要 一定要大聲講 我跟他沒關係 我是獨立的國家 我願意做什麼 做什麼 你這個 把這個認知戰 打贏了之後 那這些都是小問題 你要加入國際組織 都歡迎你嘛 誰會擋你呢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這些歸於九底 這個 兩國論 要扎實的落實 所以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可以 非常深刻的讓全球認知 到兩國論 你覺得中國再怎麼樣的阻擋 都沒有辦法阻擋 我們加入這些 國際的貿易組織等等 變成它的無聊導彈 你現在如果是沒有被認知 我們是一個獨立的 主權獨立國家 沒錯 可是外界的認知 還沒有到我們應該有的這個 這個狀況 更何況 台灣有些人 每天在講一蹤一蹤 混淆認知 矮化自己 所以這些要把它排除掉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中國怎麼看待我們 申請CPTPP這件事情 現在是水到渠成 就是我們加入CPTPP 最好的 也最適當的時機 我們堅決反對 任何國家 與台灣進行官方往來 堅決反對 台灣地區 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 協議和組織 中方的這一立場是明確的 其實我們現在的確是十之兩國 但是要到全球都認知 我們是兩國 還有一段路要走 那在那之前 就算美國再怎麼支持我們 可能很多的這個組織 還是會因為中國 這樣子強硬的態度阻撓我們 所以你覺得台灣可以 在哪些方面我們再做努力 像過去兩年 我們是因為疫情被看到了 然後當然因為 蔡總統的一些堅持 我們對抗中共的一些態度 我們被看到了 那麼現在又因為烏二戰爭 我們被關心了 然後因為半導體產業被注意到 我們還有在哪些方面可以去做努力 讓全球更認識我們 這個東西就是 還有幾個是自立自強嘛 對不對 不過你要知道方向 方向說大陸為什麼 你看那個 趙偉堅那個死樣子 討厭 他有什麼權力講這個話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兩國論要 兩岸富不隸屬 我們主權獨立 這個要國內先團結 他要把聲音量放大放大 久而久之 其實美國很希望你 你不要再跟他什麼扯一鐘 美國扯一鐘他幫你忙這種困難 第一個是內政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他還怕你像阿富汗沒出息 幫你半天沒用 所以你自己本身認知上 要堅強起來 我跟他沒關係 對不對 所以 這是很重要的一步 其他的當然 你的產業要爭氣 你產業變成 世界上缺你不可 他主拿沒用 那可是如果回過頭來講的話 今天我們提這個兩國論 您覺得現在的蔡英文政府 他還可以由政府方來做些什麼 因為我們說全民團結 其實是很 很自發性的一個認知 那所以站在政府的立場 您覺得給一個總結的建議 可以怎麼做 我覺得蔡總做得很好 對啊 你看他上了以來 時間不長 可是台灣的國際曝光度 增加多少 那麼了解台灣 支持台灣的 增加多少 這方面他做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我對蔡總統 評價很高 所以這個大方向持續下去就不會 不會歪掉 對 不過他那個非核家園 民運黨有很多這種保守勢力要欠制 這個要 其實我在1990年代 蘇貞昌在做台北縣長的時候 有時候請我到 縣政府去演講 我跟他講 你們不要反核 反核完全不合邏輯 1990年的時候 不是可能晚一點 差不多 前後 就是接近2000年的時候 了解 非常謝謝曹董今天來到現場 提醒我們 要小心自己的Mind 不要被認知作戰給錢 才是正確的方向 不要被賣來幫他數錢 哈哈哈哈哈 好 謝謝曹董